嗯,大家好 我吃个苹果啊 这一小节我们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去掉一个设置喷的方式 然后通过Dynamic Proxy 去执行一个 上下温的环境呢 什么意思呢,我们这边假设 一个叫 suspend function function a 我要通过,这是尾代码 通过proxy去掉一个 suspend 的一个 b 方法 就是这个意思 通过反射或者叫 dynamic proxy 去掉 b 方法 因为呢 嗯,他说的是什么 same protein,就这个意思 就是在这样去掉 如果去实现这种效果呢 那好,你要实现这种效果 就要解决相关的问题 最终还是要这么去掉 对吧,底层肯定是这么去写 但是这个 handle 这个 b 就是这个 handle 这 handle怎么去写的 放心,你直接掉肯定会爆错 好啊,水果吃完了 他为什么会出错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你这个 a 要掉 b 的时候 通过反射啊,其实你没办法直接去掉 因为对于这个 Kotlin的 他变形完这个 class文件之后啊 他最后有多了一个参数叫 continuination continuination就是跟 Kotlin 相关的这么一个封装好的一个对象 他里面包含这个 Kotlin 执行的必要的一些上下文环境啊 在这个对象里面 那他就是跟普通方法 就多这么一个参数 你多这个参数 那你再去掉方法 对吧 你肯定会爆错 肯定会爆错 那这样的话 我要通过反射去掉 b 的时候 我就要把这个给去掉 直接去掉用他的方法 直接去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他其实是 是不需要知道这个上下文环境的 不需要这个 对于方法本身是不需要知道这个上下文环境的 举个例子啊 怎么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那个 发布订阅模型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发布订阅 就是Kotlin底层 Kotlin底层就是发布订阅模型 比如说我订阅一份报纸 我打电话说给报纸说 我要订阅一份报纸 那对于报社而言 即便你没去打这个电话 他是不是也要什么 准备什么准备新闻材料 然后什么准备那个报纸 然后最终的根据你打电话 这边记录下来 就是你打电话就结束了 那报社那边也只是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但他把报纸 假设他准备报纸花了10个小时 对吧 然后他需要给你的登记信息 把报纸放到你家门口 整个这个流程结束完之后 会按下你的门铃 然后你去把报纸取回来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相当于你给他提供了一个 叫continue nation 那报社需要你这个完整的环境 再去执行这个就是什么呀 印刷报纸这个行为吗 其实不需要好不好 只有当他执行完之后 resume就是通知你的resume 通知你的时候 就是或者叫callback的时候 才需要这个值 对不对 所以你直接去掉这个方法 是不需要的 就B方法直接去执行的时候 是不需要最后一个参数的 所以要单独处理一下 你只要把最后一个参数给去掉 最后一个参数去掉 但同时呢 A再去掉B的时候 然后又要去给他指定一个上下文环境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环境 一个东西 当然它的细节不全是这样 但是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就这个意思 就是B在执行的时候呢 你在真正去掉 在java 因为你我们现在什么 newproxy newproxyinstance 它其实是掉java的方法 那你这把java方法哪来什么上下文呢 对吧 但这个上下文如何去执行呢 等等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的问题 也就是啊 当然你还要需要去了解一个一个概念 就是我如果我们去直接去执行一个 测试pint的方法 比方说我们刚才把这个料出来 掉出来 文档呢在这 测试pint 假设我这边有一个main方法 main函数 忘了那个main函数怎么去写了啊 main函数 直接去掉 main函数 普通的main函数 我要去掉a方法 我要这么去掉 是不允许的啊 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呢 因为main函数是一个普通方法 那a呢是一个上下文环境 你必须得给我指定一个上下文环境 怎么去指定呢 你可以直接使用runblocking 然后呢它会自动去创建一个上下文环境 然后才能去执行这个a 当然你反射的时候也需要提供一个上下文环境 那这个上下文到底是什么呢 好吧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可能需要去 我们先讲最终的结尾 再讲前面这个信息 好吧 最终我们再去结合这一块东西 什么函数是接口 可能你已经知道了 对吧 函数是接口 自己去查一下这个概念 好吧 我就不多扯了 然后呢 关于这中间会有这个crotings 对吧 基本上也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 把crotings的一些相关的概念给描述一下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打开 我应该有 sack tutor to do this 对在这 对于crotings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挂起一个通 就是resume 就是挂起和通知 如果你这个理解不了 你就想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盯报着那个行为 这边async这个c和d 你就会认为是报社在做的事 那这边呢 就是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a和b 定报纸 然后对方拿到报纸后 通知你之后 你就可以看报纸 你可以把b看到看报纸 这两点之间 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关系 对吧 这么一个东西 那对于 这张图 我简单说一下 但是跟我们要解释的内容 其实没关系 没有必然的关系 sadpen的这个你知道 对吧 有什么方法 加一个sadpen的方法 sadpen的一个标记 他就认为 他就自动就有了sadpen和resume的特性 具体的他如何resume 你就交给courtney底层的代码去实现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sequence flow和channel 就是在特定场景下 courtney提供的一些API 当然其中这个flow和channel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抽象 而这个sequence 才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API 因为场景特殊 场景确定了 而这个flow和channel 其实场景是不确定的 其实场景是不确定的 你就认为这个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这个sequence 是flow和channel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应用实 demo实例 可以这么认为 flow和channel的一个应用实例 好吧 我可能我越解释越描越黑 有些东西就是越描越黑 越描半天 其实你也听不懂明白 听不明白我到底说什么 好吧 这个sequence flow channel 这些我们就再不去聊了 好吧 那我们现在说 对于courtney 它分为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叫launch 一个叫async 其中launch 是我调用这个方法 我不需要它的反位值 就使用launch 那async呢 我是需要它的反位值的 那我要如果要等待它的方法执行的结果 就是我比方说我在命运函数里面去调一个launch方法 那我要等待它的反位值怎么做呢 我就调它的捉音方法 我就可以等待它的捉音方法 我就可以等待它的捉音了 就相当于把线程切换 就把几个线程捉音到一起 就这么理解吧 但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那async呢是什么呢 你要使用个await await 你可能感觉 跟object里面await一样 哎 具体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管了 好吧 不管了 那对于这两个大的方向 我们就理解了 那同样这个contact scope 类似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是不同角度的描述 scope我们先不说 不管了 我们直接聊一聊contacts 一直我们在聊contact contact到底有什么问题的 contact是这样 就是我如果a掉b 我们继续用刚才的方法来说 如果a去掉b 那b这边可以默认使用a提供的一个contact 一个上下文 那上下文是什么呢 就是现成 就是现成 你可以认为就是现成 可以默认是使用它 那同时呢 b是不是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现成 是吧 是不是可以开启一个新的现成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b呢 我可不可以使用这个叫JVM的现成 我可不可以使用物理机的现成 还有呢 如果是IO这个操作 是不是要长期占用 就是通常我们认为的这个sert pin的方法 那它可能执行时间是在几毫秒 几毫秒 可能一两个毫秒 十几个毫秒就结束了 最多不能超过100毫秒 那这样的方法我们就认为是一个sert pin的普通的sert pin的方法 那有些操作它就实际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通常成为这种方法叫做什么呀 叫IO密集型的一种操作 所以呢 这边就分了这么四类 等一下 所以这边就分了这么四类 什么JVM的现成呀 物理机的现成呀 默认使用那个parent的现成呀 还有关于IO网络请求的这个 就这么四类 GUE体底下具体的那些信息不用管了 还有什么runblocking这些 这是如果你是从Java来转过来的 那可能需要去这么去干 但现在我们不用管啊 我们直接使用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由于尤其是我们做应用开发 那个从context 就是从从controller开始就是sert pin的方法 它已经提供了一个上下文 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关键太多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Quoting Grotes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封装是怎么去写的 封装的话 那这边就是封装好的方法 封装好的方法 我们不去多做解释了 好吧 直接把视频暂停一下 把这段代码手工敲一遍 能理解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 反正总之我简单提两句 我提一句 首先我这个方法在调用的时候 这个invoker 它是什么呢 serspin的方法 这是一个关键点 它是serspin的方法 那这样我在调它的时候 是不是它也是一个serspin的方法 好吧 是一个serspin的方法 你可以是 按照你的理解去写 好吧 那是你的实现 然后接下来 我这个continionation是什么 是这个参数的最后一个值 是一个对象 continionation的一个对象 好 OK 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你看take arguments size.1 那我现在也相当于 这个参数 里面是包含最后一个参数的 那我真正去调这个invoker 相当于调那个invoker方法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这个参数给去掉了 最后一个参数去掉了 那同时呢 那他是谁呢 不就是最后一个参数吗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在描述的这件事情吗 你真正去调的时候 是没有最后一个参数的 好吧 但是在你在外面在调的时候 你又要去提供它一个上下文 反正总之是要拖了户子放屁 总之就是这个结合这一块 就是Java和coding结合的这一块东西 我们几乎可以不用太多了解 但是只是在这封装的时候需要做一些了解 好 你就把这个代码就把它抄下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如何测试 测试结果 那这个user service呢 等一下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我忘了说了 就是user service 这个两个方法必须得是serspand的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会出什么问题呢 最后一个参数 你肯定不是clotees的这个上下文环境 肯定不是 尤其是在这你去掉的时候 肯定会报错 肯定 你看都是serspand的 我们现在几乎就默认 默认所有的方法都是serspand的 所以这个方法 你可以认为这个是叫硬编的 这些都是硬编的 这都是硬编的 就是他没有兼容说普通方法的一个场景 方法是执行成功了 看下效果 执行成功了 跟之前那个是一样的 好 这小节就结束 下一小节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想同时去掉这两个方法 通过就并发的去掉它 我不希望他们有一个先后顺序 甚至于我希望他们在真正执行的时候 这个顺序和我写出来代码的顺序 不一样 那我会自动 就是我们为了加深这个印象 就让它暂停一段时间 就delay一下 人为的delay一下 看它最终执行的结果是怎样的 好吧 那这个先结束了 就让它们开始继续 这个要不放下 我们再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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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词一下